肉切木拔的岩渠 木拔在日本是非常非常高级的 红色的鱼 赤鱼的西金寺 不是所有的味噌都可以叫做西金寺 一本钓半桥哨 江户时期非常流行 木骨就严令 禁止大家吃生鱼片 真的太好吃了 怎么办 但是有点害怕 因为它是生鱼片 阿娜就那个灰都掉在那个上面 黄金伊卡 一上桌的时候 敷了一个木板就好像做了什么风光伟业一样 但是其实这个会没鸟用好不好 想到很气氛耶 饭都不吃了 Hello 大家我是乖乖 很多人都会私讯我说 有没有推荐的什么海鲜的店家 或是网路店家 或是一些冷冻海� 或是有没有推荐的 反正就是我推荐的东西这样 然后我自己也是寻寻觅觅找了蛮久 因为我也一直很想要找到品质良好 而且有自己的坚持的店家 那最近我收到了一箱 日本空运来的鱼甘物 据说非常的厉害 马上来看一下 这个是超奢华礼盒 那这一箱是日本进口的甘物 什么是甘物呢 就是鱼甘物 一叶干啦 那这个店家非常厉害的是 他除了有做一叶干以外 还有做自鱼 这个品牌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他这个老板呢 他是台湾人 但他是台湾的日本女婿 他的老婆呢是日本人 然后他跟着老婆一起到日本那边去工作 那他老婆因为家里也是做这个生意的 所以老板到日本的时候就想说 这么好的东西 他很想要带回台湾来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呢我就有口福啦 可以品尝到这么多特别的鱼料理 那这一些呢 在台湾我觉得比较少见 几乎可以说是台湾没有厂商在做 所以我觉得还蛮期待的 那如果好吃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就是要把握机会 当然重点是好吃对不对 第一个我们今天会吃的是这个 这个是煎鱼的半敲烧 什么是半敲烧呢 等等跟你们介绍 然后再来我们会吃这一个是黄金一卡 这个里面有花枝加上飞鱼卵 不是蓝鱼那个飞鱼 是日本那个飞鱼 或者你说是瑞典那个飞鱼 这个是生食等级的 然后我们今天还会吃到 这个是赤鱼吸金字 然后这个呢是赤鱼破字 我们等等也会吃到 还有一个是透切木拔 那我今天主要想要来开箱这几个 那因为这些呢太多了 我们就先挑几个我觉得很特别 大家应该也会觉得非常特别的吧 来吃吃看 到底这一箱日本空运来的鱼货 有没有比较厉害 有没有比较好吃呢 我们等一下马上来吃吃看 ok go 好那么马上来煎看看 这三种不同的腌渍的字鱼 那其实他料理的方法很多种 最简单的呢就是干煎他 当然你也可以用烤箱 如果你们家有烤鱼的烤箱 或者是你们家有串烧的那个烤网 也可以用烤的 那老板是推荐呢 就是直接煎就非常好吃了 那因为他这些破制的这种酱料啊 都很容易烧焦 所以老板推荐呢 就是煎的时候 最好下面再铺一个烘焙纸 这样子就可以防止他烧焦跟粘黏 然后我今天选用的是铸铁锅 这样就不会有空烧的问题 然后我只会选一片煎 因为这样子全部煎得太多了 因为他这些酱料都很满宝贵的 所以如果你有做譬如说炊饭啊 或者炒饭啊 这些酱呢 你就可以一起加进去做调味 那如果像我只是要做干煎的话呢 就可以用餐精纸把这个酱料给擦掉 那如果你是吃比较清淡的人呢 你甚至可以用水把它洗掉之后 再把鱼擦干这样 那我自己想要先吃看看 他比较基本 比较标准的调味大概是什么味道 所以我就不会去洗他 好 那我们现在马上来把它剪开 然后我觉得他这个非常方便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直接剪开就可以料理了 好啰 那我们就煎啰 这个是后切木拔的盐渠 木拔大家知道是什么鱼吗 木拔在日本是非常非常高级的红色的鱼 是蛮珍贵的鱼哦 然后这个呢是赤鱼的破字 破字呢就是九破的破 用九破去腌制的 赤鱼呢就是红色的鱼 所以他就没有说是什么鱼种这样 所以木拔呢他有特别写出来就代表他真的是非常珍贵的鱼 我看还有没有办法再塞一个进去 这样就可以一起煎了 那我这个锅子呢是28公分 所以如果你的锅子是28公分呢也可以 然后这个是味噌的 这个是赤鱼的锡精制 那锡精制呢就是用锡精味噌去腌制他 那不是所有的味噌都可以叫做锡精制 要是锡精味噌才可以叫做是锡精制 好我觉得现在好像有点冒泡了 非常的香 然后要小心他会烧焦 感觉真的还蛮黏锅的 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就是用这种铺上这个 烘焙纸的方式会比较好煎 然后老板是建议说呢 鱼肉那一面先下锅 煎大概七分熟之后呢 鱼皮那一面再把它翻过来这样子 然后你也不要想说这种要把它煎得恰恰 没有这种就是熟就好了 刚刚好熟就可以马上起来 感觉上吃起来应该是非常的嫩 啊有点混到味道 好快哦 没有想到一下子就熟了 刚刚耗时大概三分钟吧 三分钟就好了 OK 闻起来逼常商赶快上桌 好了很快就上菜了 那我们总共有一二三三道熟食 一道半生熟跟一个生食 这样子感觉非常的丰富 我非常期待 那我们先来吃这个 煎鱼半敲烧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山鱼片 但是它外皮有经过炙烧 所以它算是半生熟 那煎鱼半敲烧呢 这个算是在江户时期非常流行 非常有名的料理哦 我觉得这个典故呢还蛮有趣的 就是在日本的高知县那边呢 盛产鲸鱼 那在江户时期呢 大家都非常喜欢吃鲸鱼生鱼片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冰箱 所以非常多人因为吃了生鱼片呢 就食物中毒这样 所以幕府就严令禁止大家吃生鱼片 它是真的太好吃了 怎么办 所以他们就想到一招就是 把它外面弄熟 让它看起来好像是熟的 但其实它里面是生的哦 这样就是 哦没有我没有吃鱼片哦 但其实里面是生的这样 那他们那个时候呢 没有喷枪可以炙烧 那他们要把它做手要炙烧 怎么办呢 就是用稻草 因为稻草里面还有一点点的油脂 所以烧稻草的时候 它会瞬间点燃 就有点类似喷枪那种高温的效果 那如果说木头的话呢 那个温温的火就是达不到这样子 就可能会让这个雨体烧太久太干这样 所以拌敲烧呢都是要用稻草 那拌敲烧它前面的那个敲字呢 就是他们会用一些譬如说盐啦 或是酱油啦 然后把它涂在鱼身上 然后拍 把那个调味料拍进去 因为那个时候呢 盐啦糖啦这种调味料呢 都是非常稀少非常珍贵的 所以他们就会想说用拍的 然后让它入味 这样子呢就是可以减少调味料的用料 这样 那因为我们现在呢 水手可得还蛮多酱油可以选择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不用这样子拍 就是用沾的就好了这样 那这一道呢我个人是觉得 好吃的我是蛮好吃的啦 但是我没有吃过这种真空退冰过的 半小勺 我都只是直接在人家店里面吃的这样子 所以它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料理包的方式呢 我是蛮期待的 但是有点害怕 因为它是生鱼片 然后它又用真空包 我是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吃 但是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然后我觉得它一打开呢 直接闻到就是鱼炙烧的味道 然后你看它这个鱼体 非常的透 哦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它非常厉害 是因为它是一本钓半敲烧 一本钓什么呢 就是我们知道的一支钓 那在高支县呢 它们的鲸鱼的半敲烧 一定都要用一支钓 因为它们觉得用一支钓呢 可以让鲸鱼 减少它这个鱼体碰撞 它就不会来凶 不会受伤 鱼的肉质呢 就可以保持在最完美的状态这样 所以它这一个呢 是一支钓的半敲烧 听起来蛮厉害的吧 试试看哦 试试这还蛮好吃耶 我本来很担心那个冷冻退冰的时候 它那个热丸会不会有那个水味 或是会不会那种糊烂 但是没有耶 我觉得还蛮柔软但是不烂 然后稍微有点生鱼片的那个口感 但是它没有筋 比你单纯钓上来直接献沙呢 还要好吃 因为我不确定它有没有熟成耶 这道我不确定它有没有熟成 好甜哦 这个我喜欢 这个我喜欢 然后大家如果买这个呢 我觉得蛮划算的是因为 它一整只鲸鱼很大只嘛 那它取了一整条的肉下去做 所以 你在切的时候呢 就可以从头吃到尾这样子 那从头吃到我的那个油脂分布呢 会不一样 大家可以自己吃看看比较一下 我觉得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说呢 有一些半敲烧它用稻草去烧嘛 但是那个灰都丢在那个上面 所以你就会觉得脏脏的这样 觉得有点像是在吃那个致癌物 那它这个没有还蛮干净的 然后味道也很干净 但是有煎鱼它很特殊的那个鲜味 很鲜的感觉 这个我很喜欢 我觉得没有血味 我觉得就是煎鱼很特殊的那个鲜甜的味道 然后这个半敲烧呢 其实最好吃的吃法是你可以再磨一点姜泥 蒜泥跟葱末 然后混着酱油这样子一起吃 那吃到最后你剩下那一些葱末啊 姜末啊 大家就可以再把它拌到饭里面这样去吃 这个真的很赞 然后再来我很想要吃这个 是黄金伊卡 它这个就是花枝 然后它是做生食级的 我觉得对于这种冷冻生食级的东西 我都还蛮疑惑 但是又觉得说 如果可以做到这样子的等级 那岂不是超方便的吗 那我们马上来试试看这个 我觉得它的调味算特别 在台湾我是没有吃过这个搭配 那它的飞鱼卵呢 我觉得蛮特别的是 我之前在北海道对于这个飞鱼呢 有点阴影 因为它这个飞鱼呢 卖非常便宜 就是它那种 有点类似一叶干这样子的 一整条一整条的鱼 里面很多蛋 你就觉得说 哇 放这么一小条 很像柳页鱼一样 里面很多蛋 然后又卖超便宜 一只好像才三十几块 我想说这不是超划算的吗 我就在市场买了之后呢 去餐厅请人家代客料理 一上猪的时候我就这样 不骗你我这样 因为超臭的 那个鱼烤起来超臭的 然后超难吃 它熟食超难吃 然后它的那个鱼子呢 也超难吃 所以之后呢 我就一直对它有英语 但是后来我发现说呢 其实它很满常运用在熟食上面 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搭配 那它熟食呢 就可以发挥出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口感 就是它的口感 就会有啵啵啵啵的那个口感 还有就是它的鲜度也很明显 那我觉得它这个搭配上 这个花枝这样子吃呢 还蛮柔滑 然后花枝有一个那个口感 还蛮喜欢的 那这一个产品在官网上面 是写生食的墨鱼 墨鱼呢也就是花枝 那其实在古时候 墨鱼就是 这些投足类子 只要会喷墨 就叫墨鱼啦 那它这个墨呢 是真的可以拿来写毛笔的那一种墨 就蛮特别的 鱼如其名 花枝它的台语呢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不是灰鱼啊 就是再更古老一点的那个古语 叫麦山或是麦道 但我知道有些人会说 哦那个明明不是麦道是另外一种 其实以前的那个说法来讲的话 是通用 或是说地方上不一样 就给大家一个小知识 那我觉得这一道呢 如果是给小朋友吃 他应该会非常喜欢 因为就真的很甜 但是它那个甜呢 又不是化工的甜 它是 那个花枝本身 跟这个鱼卵本身的甜味 我觉得很喜欢 好 再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 那我想先吃这个木拔鱼 因为我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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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过木拔鱼 就连在日本呢 也几乎没有吃过木拔鱼 可能就吃过一次吧 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稀少 又非常珍贵的鱼 所以一开始我看到木拔两个字的时候呢 我还没有认出它 我还想说 嗯什么意思 然后后来Google才发现 哦哦就是它就是它 就是木拔鱼呢 是一个非常珍贵的鱼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鱼肉呢 非常的厚 你看 它算是那种一半一半的鱼肉 然后它是白肉鱼 但是它是红色的 这是盐鱼做的 我觉得盐鱼可以让它的鱼肉呢 更加的柔软 但是又不软烂 它厉害的点就在于 它的每一个 比如说盐鱼字 或是吸筋字 九珀字 都是利用这个腌制的方式 去把它的鲜味给诱发出来 有一点类似我们说的低温熟成 熟成不是只可以用在生鱼片 在熟食上面呢 也蛮常运用这个熟成的方法 这个料理的手法 它真的很好吃 是因为它有一个甘甜味 这是有一种回甘的味道 很特别 再加上它这只鱼 应该是不小只 所以很厚很肥 它这个每一半的鱼肉都超大 这真的很好吃 这真的很好吃 然后再来我们来吃看看这个赤鱼 赤鱼我挑了它两种不同的 这个料理手法 腌制手法 那我们现在吃看看 这个是九珀字的珀字 大家可以看到 它虽然是腌制 让它的肉质软化了 但是它并不会糊烂 这更甜 我觉得第一印象就是甜 的确有一个清酒香 酒魄的清酒香 蛮柔滑的 来试试看这个 西金字 我觉得它这个也是偏甜 老板是担心说 如果大家觉得太咸 或什么之类的话 可以把它的酱擦掉 但我觉得这样子吃起来 并不会耶 我觉得真的就是还蛮甜口的 如果你想要第一次 就先吃到它的原味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选择它们原味的那个干物 就是一叶干的部分 那那个一叶干呢 你就可以吃到它最原始鱼体的本味 那如果你是已经吃过这一种原味的人 你已经吃过这一只鱼的原味 或是说你在外面有吃过这一种鱼的一叶干呢 那你就可以选择破字或是吸金字 今天这三种呢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木靶 不知道是因为它的价钱的关系 当然不是啦 木靶本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鱼 当然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它很好吃很喜欢嘛 那盐曲呢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料理手法 是因为有的时候吸金字的味道真的有点太重 那盐曲呢是非常好提鲜提味的一个料理方式 那盐曲大家应该也知道可以用在比如说鸡肉啊猪肉啊都可以 那用在鱼上面呢我个人很少吃到 这次吃到呢我觉得非常的好吃 好了这五样都试吃完呢 我真的觉得这间厂商非常值得推荐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刚其实都没有提到它的名字呢 因为我想说完蛋如果是翻车的话呢 这支影片就不要上 但是现在吃完之后呢我觉得真的很赞 所以我刚刚大家说这间厂商呢叫浮光干物 那他们呢是日本的品牌 这些东西呢全部都是从日本空运过来 所以处理也是在日本那边处理 那鱼货呢都是从日本那边钓上来 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处理 在很安全卫生的环境之下呢处理完成之后 把它不管是半敲烧炙烧还是烟漬低温熟成 或是这种生食处理还有它的干物就是一夜干呢 都是在很卫生条件很符合标准的情况之下呢 所制作的 所以这一间的干物呢我个人真的是非常的推荐 那这些产品呢在日本有一些高级的居酒屋 也会直接用这种真空包来做成料理来给大家吃 所以如果在台湾的大家想要自己在家做用 比居酒屋再低一点点的价格 没有低很多 所以低一点点的价格 吃到这么高级的干物或是滋鱼呢 大家就可以上这个团购连结来购买 但是我要严正的说明 这真的是非常高级的东西 价格非常的 Suprise 所以大家那个点进去连结之后呢 不要被那个价格吓到这样 因为毕竟人家是空远来的 而且他们的这个制作环境呢 跟他们钓鱼啊还有他们处理的手法 还有他们腌制的过程呢都是非常的讲究的 所以这些呢都会反映在成本上面 那大家如果是好奇说 到底合格的或是高级的这些干物啊 刺物啊吃起来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大家就可以到那个团购连结去购买 那我自己非常推荐的真的就是这个半敲烧 还有就是因为我真的没有人能够抗拒花枝生死 然后再来就是呢 因为木把鱼呢非常的稀有 所以如果有看到这个品像有在贩售呢 我真的觉得就是必强 好不好 因为它的官网里面的东西呢 不是随时都有的哦 就是有的时候是这个缺了 因为鱼没有就是没有嘛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没有 有的时候那个没有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向重你喜欢什么东西呢 就是要不要抗拒 要赶快抢 OK 我觉得这个鱼呢 就是属于 犒赏自己 跟犒赏家人 当然如果是送礼的话呢 我跟你讲 出手非常大方 绝对是会 超级有面子 那我自己会觉得呢 这么高级的东西呢 还是先自己吃吃看这样子 我刚拍完影片 我觉得时间还有一点点充裕 所以我们来配个饭 然后下面来聊一聊 关于前几集这个黑鱼 还有我去东港那支影片 大家非常多的留言 那我想要来回复一下大家 那还有讲讲更多 我对于台湾渔港 台湾渔业的看法 刚好今天又介绍这么高级的日本货 对不对 我们先来听个饭 我觉得刚刚那个吸金字 还有味噌呢 非常适合配饭 然后这个呢 是我最近收到的小V锅 大家知道吗 小V锅 据说它煮白饭非常好吃 我等一下来吃吃看 好像真的蛮厉害的 不是只有一个白饭而已吗 因为小V锅在日本呢 被誉为 最会煮白饭的铸铁锅 而且它是电子的铸铁锅 然后因为这么高级的锅子 对不对 我搭配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米 我上次去台大演讲的时候 农金锡送我的伴手里 这个是台湾的 双金纸奖的米 然后它品牌是米乌 我觉得这个米超甜超香超好吃 真的蛮值得推荐 不愧是双金纸奖 讚 好的我们就来聊聊 大家有没有发现前两支影片呢 就是 会讲到 东港渔港跟台湾黑银鱼 在地上杀的时候 有非常人留言说 隔壁这个日本 让你照抄你不抄 为什么大家都不学学日本 这些官员出国都在干嘛 写一个五号站回来 报告就可以交了 大家会提到很多 比如说 日本渔港有几几几几几的规范啊 然后日本渔港 对渔港处理是 怎样怎样啊 怎样怎样啊 大家如果仔细去看 就会发现说 这个留言有超级无敌多 就说 我们应该要学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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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 在我还没有踏进这个行业 还是一个局外人 然后只是很喜欢吃海鲜的时候呢 我当然也会觉得说 就是看到台湾的渔港 总想要批评两句 然后 看到台湾渔港那么脏 我就会觉得说 嗯 应该要学学日本 你看看人家日本 但是每次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呢 只要看到一些比较好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说 你看人家日本怎样怎样怎样 当我自己真正 嗯 在这个行业去 访问过许多的 不管是 学者或是业者 或是业者的家人 或是渔夫 在渔港生活的人 就会发现说 台湾的环境真的不是三言两语 就只说 我们应该要学日本 这三个字就可以 呃 拜过 或者是说 台湾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我觉得台湾的问题 签成呢 非常的广 再加上我觉得台湾跟日本本来 本质上就有个差异 就是说呢 日本它 吃鱼的历史 真的是非常的悠久 所以民众对于这个吃鱼的 概念呢 也是比台湾人有更多的认识 那所以他们可以衍生出那么多完善的做法 算是时间堆垒出来的 还有就是说呢 他们民众也在意 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职人的文化 他们非常认真的对待他们自己的职业跟行业 台湾这边你说没有吗 当然也是有啊 台湾这边当然也是有非常多的职人 只是大家自己看不到 或者是 呃我觉得 鱼港编的大哥们呢 他们都会很可爱 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个粗人 然后没有读过什么书 所以称不上是职人 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说 要用这样子的名词来去形容自己 或者是 呃 帮自己灌一个这样子的称号 但我觉得台湾的渔业真的还是有非常多 很注重要求 然后也非常专业 然后也很愿意学习的 不管是渔夫啊或是师傅啊这类的 我觉得我上一支影片呢之所以会 想要用一个就是比较赤裸的方式来呈现说 就是黑鲁鱼在地上杀呢 真的是因为 呃很多原因啊 第一是我去东港的时候被吓到 因为我没有预设立场 我也没有这个前提是怎么样这样 我就是刚好经过就进去 然后一看到 然后我就真的有点被吓到这样 然后 再来就是说呢 刚好在我上片的前几个礼拜 也不对前几天而已 然后不是就有一个YouTuber去东港拍吗 然后他的利益是他要宣扬 东港的黑鱼鱼的文化 结果被大家骂说他在地上杀黑鱼之后呢 东港的渔会竟然跳出来抨击他说他是个人行为 我觉得这样子的说法 让我觉得非常替他抱不平 所以我也有点气愤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这是其实东港渔会之于业者 或是东港渔会之于渔夫 渔会他们拥有更多的权利 跟更多的知识 跟更多的这个资讯来源 所以渔会他们比较能够提前去知道 或者说如果你想要知道 你就能够去知道这些资讯 所以如果你有心想要改变的话 你比这些渔夫们不懂日文的 不懂英文的 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找资料的 更有机会可以去多方面的探讨说 我们的渔港到底要怎么样去改变 但是事情一跑出来之后 那个渔会马上就跳出来说 那是他的个人行为 要跟我们无关 这样我们现在已经都有交门铺木板了 就会让我会觉得说 就是事情不是这样子处理的棒 因为他说 我们现在都有交门铺木板了 但我没有铺木板的话 是通常不对 但其实大家看我影片应该就知道说 或是现场其实还蛮多人 都说他们在现场看到的时候 也觉得很可怕 因为那个木板根本就没有屁用 就那个木板放在那边 然后大家在那边踩过去踩过来 踩过去踩过来 我就不懂那个木板 跟那个地板到底有什么差别 你懂吗 就是好像铺了一个木板 然后就好像做了什么风光伟业一样 但是其实这个没鸟用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是说要批评他们还是怎么样 我只是觉得说那一支影片真的让我思考非常多 我觉得余晖跟业者当然是有最大的责任 应该要改进 然后有一些留言也会说 如果他们改进了 如果他们增添了一些设备 价格会不会上涨 如果上涨了那我不要买喔 这种想法有点太过于担心 这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因为你想他现在就是供不应求嘛 他现在价格降不下来就是因为供不应求嘛 大家看到在网络上面看到的那一些 就是价格很低的 那个其实是做罐头的 他原因是什么 他们那边余晖的说法是说呢 因为今年补的量太大了 那些刺激品呢都没有冷冻的地方可以放 所以他们要马上把这些刺激品呢全部清出来 所以才会有那个低价 但是其实呢 真正好的品质好的黑鲁鱼 他的价格还是一直维持在非常上面 就是维持是一个均价 然后不太可能会掉下来 他只会往上涨 我觉得鱼价 黑鲁鱼的鱼价呢只会往上涨 或其他鱼价呢只会往上涨 是因为现在鱼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觉得 不管他有没有去做这些改善 以后是一定会涨价的 那既然他弄的这么脏 也是卖这个价 他弄干净 也可能是卖会上涨会是这个价 那其实你应该要要求他弄干净才对啊 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他都卖得出去的情况之下 消费者应该要再去要求业者做更多的进步 跟他们应该要增设更多 比较先进的一些设备啊 来让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可以安心食用的东西 你懂吗 然后还有一些人在那边讲说 以前就是这样啊 吃了也没事啊 以前生病也没有疫苗可以打 以前生病也没有药可以吃啊 如果什么事情都要遵循古法的话 那你生命就不要去看医生啊 你就不要去打疫苗啊 真的吗 讲到很气愤耶 讲到很气愤耶 饭都不吃了 我觉得很多时候 并不是说什么 以前的人都是怎样做 然后他们也那个什么长命百岁 而并没有以前的年龄 平均年龄最高龄 就大概六十几岁 那我们现在平均年龄大概都是七八十岁 那是一个不同的时代 我觉得不能够这样子相病而论 那我觉得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我们当然是要求更好的方法 求进步啊 然后求更多的多元啊 而且像是说 比如说我们要求这样子的业者去改进 然后去做更现代化的设备 你以为全部的业者都会有这些先进的设备吗 没有 当然也就只有那一区块的业者有这样子的设备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想要求便宜 如果你什么都不care的话 你当然还是可以在外面买啊 但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是说 我们这些希望他们可以改进的 我们愿意支持更多的预算 让他们去做这些安全干净的事情的 这些人是不是可以去想尽办法去弄个什么 就可能空调就只是一个空调间 然后只是一个不锈钢的台面 然后只是叫你弄个干净的砧板 这样很难吗 当然我觉得在那几支影片里面底下我也看到了非常多 我觉得充满希望的留言 像是有一些他们说他们是东港那边的第三代 还是第几代 就是他是年轻人 然后他回家之后呢 他召集了一些他们的朋友 然后也觉得说呢 他们想要改变地方生态 想要让东港更加的国际化 那所以他们做了很多的改变 比如说他们先从自身开始做起 然后去研究我们可以怎么改 可能可以怎么改 然后写公文上书到上面去 但是好像是那边的政治的原因导致说 可能没有人想要碰这一块 或者是说文化上的差异 或者是说因为大部分的消费者都不知道有这样子一个议题 那远在台北的我们呢 不会知道平东发生了什么事 就远在都市的我们呢 不知道产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如果没有人起个头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也很难知道 我们需要关注这一些议题 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一些愿意说出来的东港的摊家 还有东港的鱼饭 或是说其他遍布在台湾各地 愿意站出来说话的人 那我相信萤幕前面应该有更多更多 比我更专业的专业人士 那他们都提供了非常多的改进的方法 那我真的希望 台湾的渔港环境可以更加的进步 然后我希望消费者呢 绝大多数都可以站在支持的立场 而不要只是担心价格 这件事情就一直让他们停留在原地 好啦说了那么多 我要赶快来吃我的晚餐了 那今天这间浮光干物呢 我个人非常推荐的喔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就赶快点进去下面的这个团购连结 然后有一些东西呢是要抢的喔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就赶快点进去看一下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如果喜欢这影片就帮我按赞 如果喜欢我就帮我订阅喔 拜拜